我是阿玉废陀医师July 如果你对这样子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记得按下影片下方的订阅钮 这样就不会miss掉我们每个礼拜的更新哦 好,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说开学快要到了 我们家小朋友也是前两天 大概在两个礼拜前开学 结果开学的第一天 小的那个就给我来一个上吐下泄 外加发烧的全餐 过两天之后换大的哥哥被传染 所以其实像开学的时候 家里面大部分家长都很开心说 哇,好棒哦 终于小朋友回到学校去了 我有多一点自己的时间 可是接踵而来的就是 小朋友晚上太兴奋睡不着觉 早上又起不来 或者是在学校的时候 因为整个暑假都在玩 在学校的时候反而坐不住 在课堂上难以专心 又或者是最麻烦的就是 上课没两天 回来就跟我儿子一样 开始咳嗽、感冒、发烧、发烧、流鼻涕 大病没有 可是小病连连 OK 阿玉废陀怎么看 阿玉废陀的阿卡亚们说 不管是细菌、病毒 或是是外在的过敏源 全部都是外在的东西 我们体内的抵抗力 才是能够真正决定 外在的过敏源、外在的污染源 会不会对我们造成影响的一个关键 什么叫抵抗力 在阿玉废陀我们说生根性的抵抗力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Ojas 或是Oja O-J-A 这个Oja从何而来 我们说我们平常吃进去的东西 透过身体消化、吸收跟代谢之后 最后所生成的那个最精华、最精华的产物 我们就叫它Oja 因为它是负数 所以传统上我们习惯叫它Ojas OK 那么这个Ojas对我们来说 在阿卡亚们他们说 在古书当中记载着 Ojas存在于两个地方 一个是我们的肉体 第二个是我们的心 不管是具体的心脏 或者是抽象的心 当存在于肉体的这个Ojas的量 固定的时候 你会觉得精力充沛 做什么事情都觉得体力绝佳 可是当这个身体的Ojas不够的时候 你会开始觉得 哦,好累哦 今天不想动 做这个也没有劲 做那个也没有劲 OK 身体的Ojas跟心理的Ojas 它是有一定的数量 心理的这个Ojas 当它充沛的时候 数量是够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不管是天塌下来 多大的压力 我都有办法去应付它 如果你今天的 心里面的Ojas不够的话 你会开始对事情缺少动力 你会即使是人家轻轻戳你一下 你会觉得 哦,好痛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 OK 你的情绪会不稳定 你对于压力的耐受度会不够 你会很容易疲劳 你会对于事情 对于未来 失去希望 OK 我不想用任何西医的词汇 来解释这套东西 以免大家有所误解 不过就记得 所谓的精气神 OK 在阿玉废陀来说 你的精就是你的Ojas 而这个Ojas的来源是你的食物 如何我们的食物 如何从我们一般吃进去嘴巴里面的东西 你眼睛看到那些食物 最后生成为Ojas呢 我们说有两个大关键 第一个关键是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身体 看成是一台机器的话 你吃进去的东西是原料 如果这台机器的引擎有问题的话 即使你吃进去再多的好原料 好物料 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 都会只是半成品 或是劣质品 而决定你身体这台机器 运作的机制的重点 是你的消化代谢 以及吸收的那把火 在阿玉废陀来说 我们将这把火 给它一个名字 叫它Agni A-G-N-I Agni它帮我们消化 帮我们煮 我们身体里面吃 我们吃进身体里面的东西 包括了你喝进去的饮料 吃进去的东西 不管它是固体的软的流质的 OK 所以如果你的身体要有好的OJAS的话 你的身心要有好的OJAS 充足OJAS的话 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 你要吃对东西 然后你要有办法消化跟吸收它们 OK 在阿玉废陀来说 如何帮小朋友打造良好的OJAS呢 我们说 开源节流 开源的这一部分 我们要首先要能够将小朋友的饮食多样化 以全型食物为主 不要说在超市 我没有时间煮饭 所以只好去超市买一些罐头食品 或者是微波食品 或者是加工食品 反正小朋友也爱吃 通常这种罐头食品 加工食品里面 为了要添加它的风味 它们会加很多 你看包装也看不懂的成分 OK 虽然政府的规定是说 OK 这些是可以添加的 可是 你看不懂的东西 我们会建议你尽量少使用 OK 因为它会对你的身体造成负担 所以减少使用这些加工产品 尽量以原型的食物为主 不是说东西不吃 不是说你今天 叶菜类沙拉买回来 不吃洗洗 就给小 不煮 对不起 不煮就给小朋友吃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你以看得懂它的原型 它的形状的食材 进行烹饪 OK 有很多可以快速烹饪的方法 我在以后的影片当中 会跟大家做教学 那今天大家先了解一个概念就是 尽量让小朋友吃全形的食物 我知道台湾最近也很流行 吃所谓的裸食 裸漏的裸 可是很多人 关于裸食这个概念 有一些误解 会认为说裸食就是减少烹饪过程 的食材 这个是跟阿玉废陀的概念是 有一些些背道而驰 阿玉废陀说 天然界里面总共有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太阳 第二把火是你厨房里面的那把火 第三把火是你肚子里面的火 你今天吃下去的东西 被前面的两把火煮得越久 你身体里面这把火的负担就会越小 所以给小朋友的食物 最好是煮过的 最好是当季当地原型没有经过加工煮过的食材 尽量避免给小朋友吃深冷的食材 因为深冷的食材对于小朋友身体来说 他肚子里那把火会需要多一道工序 将这个食材消化掉 所以第一个概念 在饮食上的概念 我会希望为了要增加OJAS 家长们可以尽量让小朋友吃熟食 吃新鲜煮好的食物 如果没有办法吃热的话 因为有些小朋友是小猫舌头 他没有办法吃太烫的东西 那么你尽量让他吃室温的食物 少加工室温的食物 当季当地的食材 接下来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小朋友的饮水量 很多小朋友尤其是刚开学的时候 太兴奋了 想要跟隔壁同学玩一小 一下课就跑到隔壁班上去玩 所以会养成一个坏习惯就是 水忘记喝 接着就是憋尿 在阿玉沸陀来说 水喝的少的话 会造成体内的循环不足 会让你的体内的环境失去平衡 OK 憋尿的话会让你身体里面一个 专门负责代谢的功能性能量有问题 那这些我们在以后的影片 都会这样帮大家做更详尽的介绍 可是要记得提醒小朋友就是 不要忘记喝水 很多小朋友讨厌喝水 是因为觉得水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不好喝 跟外面点料比起来 外面点料比较好喝 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可以怎么样做应变呢 你可以在小朋友的饮用水当中 加一些天然的甜味食材 比方说甜回香籽 或者葡萄干 又或者是肉桂 你可以加肉桂棒 加肉桂棒的话 它就那个味道会出来 可是不会那么重 而且小朋友不会喝到粉专屋 又或者是你可以加月桂叶 OK 加这些天然的食材下去 它们一方面是可以增加小朋友的消化力 二方面是让这个水有味道 让他们在喝这个水的时候 不会太 不会一直偏向说 我一定要甜 一定要加工的味道 一定要有颜色的东西 除此之外 有很多天然的水果 水果干 都很适合加到水里面去 不要放热水哦 一般小朋友的常温饮用水就可以了 比方说你也可以放柠檬片 你也可以放甚至像凤梨 或者蜂蜜 或者是像一些椰子糖 椰蓉做成的糖 OK 不是一般的一颗一颗的牛椰子糖 OK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诱导小朋友多喝一些水 而你知道这个水是你在家里面做的 所以它不容易坏掉 它又具有营养 可以增加它们的消化力 增加它们的抵抗力 滋润它们的身跟心 OK 除了食物跟水之外 再来就是感官的部分 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的身体 如果你抵抗力要好的话 你要开源节流 如果我们透过食物 帮小朋友增加他的好的食材 帮小朋友增进他的消化力 可是你却一直让小朋友 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的耗损掉他的抵抗力 他的OJUS的话 那么你补再多 它一直流失也没有用 什么叫做OJUS的耗损呢 我刚刚提过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心里面都含有OJUS 都含有这个 最精脆最精脆最精华的营养素 这个营养素的功能 主要是为了要让我们 可以支撑我们 可以支持我们 support我们 去进行日常的生活 你身跟心的支出 所以不管是 所有你需要耗体力的事情 所有需要耗费心力的事情 都需要你的OJUS 现在的小朋友 很常面临的状况是 白天在学校玩得很开心 非常的兴奋 感官大脑受到充分的刺激 晚上回到家里面之后 继续看电视 打电动 同样也是感官大脑 送到充分的刺激 那么很自然的 他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他大脑还没有静下来 他的大脑还在不断的消耗 他的OJUS 导致于晚上睡不着 或者是晚上即使睡着了 睡得很不安稳 早上反而起不来 OK 所以为了让小朋友 他们可以减少 过度运用感官 而耗神的OJUS 你可以做的是 身为家长 我们可以做的是 减少小朋友的荧幕时间 我知道这个很困难 大部分的家长跟小朋友说 电动少打一点 电视少看一点 小朋友就会开始 跟你抗议 我们可以做的是 带着他们一起做一些 可以安抚他们身心的事情 当然这个时候 爸爸妈妈也要以身作则 减少你的荧幕时间 OK 可以怎么做呢 你可以在每天睡前 挪半个小时出来 全家企阅读文章 或者是全家企做 呼吸的练习 或者伸展的练习 很简单的 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 把手搓一搓 左手放在胸口上 右手放在肚子上 眼睛闭起来 每个人背靠背 接着一起吸气 再一起吐气 大概重复着三到五次 小朋友一开始会不太习惯 可是他们会发现 爸爸妈妈在这个时间 他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个事情 渐渐的渐渐的 他们会越来越希望 可以增加这样子的时段 所以多培养一些 亲子的时光 你可以透过呼吸法 可以透过阅读故事 可以透过聊天 像我们家 我就常常跟我的儿子 在睡前半个小时 我们会天南地北地聊 聊今天发生过的事情 八卦 我在公司的八卦 他们在学校的八卦 他们也听得很开心 OK 这是一个亲子互动 很好的时间 而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你也间接地 让小朋友慢慢地减少 对于荧幕的依赖性 甚至有一些小朋友 他很喜欢打电动 你在这段亲子时间 可以做的是 跟他聊一聊 那你在打电动 说打了什么东西 有什么好玩的 让他去阐述 他自己心里面的话 这样子对小朋友的将来 表达自我也很有帮助 大家不妨参考看看 所以除了让感官休息 然后有一个所谓的睡前仪式 帮助小朋友好睡觉 以免他的心理的 耗损的太多之外 在周末 如果家长的时间得宜的话 可以多带小朋友 去接触大自然 上山下海 台湾很幸运的是 你可能开车 开个几分钟 就到了海边 再开个几分钟又到了山上 你可以在一天之内上山下海 非常的幸运 所以多花一些时间 在大自然 即使没有时间到郊外 家附近如果有公园的话 只要有树 有草地的地方 有自然水源的地方 都能够帮助小朋友 迅速的补充他们的 心理层面 能量层面的 也可以让他们的心 比较安稳 可以帮他们放电 所谓的把过度的精力 把它消耗掉 当小朋友体内过度的精力 被消耗掉之后 他上课的时间也容易 比较容易专心跟做得住 OK 除此之外 我们说充足的睡眠 然后接触大自然 然后全家有一些 共享的时光之外 还有一点可以帮助小朋友 减少他OJAS的流失 甚至可以帮忙爸妈 增进爸妈的OJAS 是什么呢 很简单 一个全新的拥抱 在每一天上床之前 抱抱彼此 在每一天出门之前 抱抱彼此 拥抱是人与人之间 最能够心与心交流的一个方式 透过拥抱 你的心 还有小朋友的心 可以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你们的OJAS 可以相互的交流 所以 提醒自己 小朋友的抵抗力 要帮小朋友增强抵抗力 不用想得那么复杂 重点就是 我刚提过的 开源节流 注意小朋友的吃 注意小朋友的消化力 注意小朋友的排泄 注意小朋友的睡眠 接着我们从日常生活的一些 起居去下手 不要让小朋友太晚睡 不要让小朋友太早 太晚起来 要早一点起床 让小朋友适度的运动 适度的活动 适度的接触大自然 最后就是 多培养 家人之间交流的时间 以及空间 我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 对大家有帮助 透过简单的几件事情 慢慢的帮你们家的小朋友 还有帮你自己 提升你的OJAS 提升你 生根新的全方面的免疫力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按赞 转发与分享 我是你们的阿育肺图医师 July 我们下回见 Namaste 请不吝点赞